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花生咪咪 好久不見的化妝主題來囉 今天呢 趁著我的眉毛流長之後 要修之前來拍一下影片 講眉毛流長好好笑 又不是流長頭髮 好啦 反正就是我已經很久沒修眉毛 所以可以看出來它的形狀就是 已經有那種眉峰的三角形已經跑掉啦 然後眉尾 還有一些雜毛 通通都出來了 我為了想要講眉毛這個主題呢 真的是蓄眉蓄了很久 OK 那 會想要先講這個主題是因為 之前常常會看到很多網友說 眉毛太濃了 要怎麼才能夠畫出不同的眉型 或者是 眉毛就是怎麼畫都只能在同一個形狀 很難去變化 其實說實在的 就是要修眉呀 修眉 因為這個道理就好比說 如果你的圖畫紙上面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也沒辦法好好創作 然後就像說我們的底妝如果不夠乾淨 你也很難去畫出漂亮的妝 那眉毛也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一個修過乾淨 線條比較好的眉毛呢 你怎麼畫 旁邊都會有一些雜毛會去干擾你 所以啊 像我現在左邊這 左邊這邊 這邊就是我沒有修眉直接畫上去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雜毛啊 旁邊多一些形狀啊什麼的 所以眉型看起來就很不利落 感覺髒髒亂亂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從修眉開始 就是修眉很重要 眉型就是要從修眉開始 那如果你有興趣看我什麼簡易修眉的話 就再繼續看下去吧 很多人修眉毛呢 會習慣用夾的把它拔起來 但是我個人習慣用眉刀 因為這樣比較快速刮過去它就乾淨了 但是眉刀呢也有一些重點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買這種安全眉刀 它是你手碰了之後 也不會受傷的 在刮眉毛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安全 像我有一次幫朋友修眉 因為他沒有眉刀 我們就去買 買了便宜的 但是不是安全眉刀 它就是完全刀鋒很利的那種 我那時候只是輕輕碰了一下手指 嘩 大爆血 哇靠 嚇死了 我修眉毛修了那麼多年 第一次修到大爆血的狀態 所以安全眉刀很重要 要去買這種刀片有安全裝置 你怎麼碰皮膚都不會受傷的這種 一定要買這種比較安全 另外一種實在是太鋒利了 如果你不是高手高高手 我覺得都不要去碰比較好 那修眉之前呢 除了眉刀之外呢 還要準備像這樣子眉梳 這種眉梳大概有在畫眉毛的話都會有 然後一把小剪刀兒 小剪刀兒 那我們就直接操作 就比較清楚啦 首先呢我會用眉梳把眉毛的形狀順出來 有些人呢會先畫出想要的眉型 之後把不要的地方剃掉 這樣也是可以的 不過我會先這樣子順順順順順順順 順好 順好之後呢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雜毛多出來的 眉尾這邊呢 也要再休息一點 這樣子畫出來的眉型 才會有俐落的眉尾 眉封的話呢通常不建議新手去動 但是因為我喜歡嘗試各種的眉型 所以我等一下會修的比較細一點點 那我們就開始吧 眉毛可以稍微調起來 讓這邊皮膚比較緊繃 當然如果你有另外一隻手這樣子 輔助是最好的 但因為我要看鏡子啦 所以我就沒有手可以用 反正就是把這邊 修掉 有看到嗎 修掉之後 線條乾淨地多許多了 然後呢 尾巴這裡 摟出來的地方 也把它修一修 如果我要畫平眉的話 我就要把這邊補起來 然後我要畫條眉就直接 畫上去 所以我這邊的 彎度會修得比較明顯一點 那一般人的話 大概只要順著眉型 把眉毛修一修也就OK了 然後上面的這邊 眉毛呢就是刀那樣子 輕輕的刮它 輕輕的刮就好了 不要太大力到時候 一絲足成千古恨 眉頭這邊呢 也稍微把一些 毛梳掉 才不會像 長鬍子一樣灰灰的 然後剛剛的眉梳跟 剪刀是要幹嘛用的雷 就是 有的時候啊 我們眉毛會比較濃 像這個地方比較長 比較濃 眉梳把它梳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比較多出來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 剪掉 其實外面有賣一種 打薄剪刀 那那種打薄剪刀 就比較方便 它只要剪的話 就可以把比較濃 比較雜的地方給剪掉 OK 那但是因為現在也蠻流行 前面眉頭 野生眉就是 眉毛比較多一點 所以不修也是沒關係的 整個線條 就乾淨很多的對吧 有的時候呢 我為了畫眉毛 可以畫出更多行動 我可能連眉尾這邊都會修掉 就是留前面 然後眉峰跟眉尾 可以再另外去畫 不過今天示範就先不做這樣子好了 那我們就先來把這邊的眉毛也 補畫起來 跟另外一邊比較看看 你們就會知道 有沒有修眉真的差很多 然後現在兩邊眉毛都畫完了 這邊是已經修眉過的 這邊是未修眉直接畫 拉近一點看一下 修過眉毛再畫的呢 整個線條就會很乾淨 整個線條就會很乾淨 不會有眨毛的干擾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看起來這樣子 眨 眨眨眨眨的 整個看起來就 嗯 阿眨阿眨的 看得出來差別嗎 對啊 今天的影片呢 非常的簡單快速 就只想告訴你們 修眉毛其實真的很重要 他就是畫眉前的 第一步驟 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乾淨 的眉毛輪廓 你才我你要去創造 各種的眉型 所以很多濃眉女孩都會說自己的眉毛太濃了 自己的眉毛眉型很不好去畫其他的樣子 其實把它修掉就好啦 對不對 把它刮掉 卡彈 反正這就是一件非常基本中藥 而且很簡單不會太難的事情 就是你把它刮掉就好 然後就重新去建構你的眉毛形狀 這樣子不管你想要調眉啊 平眉啊 只要你有乾淨的輪廓線條都可以做得到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想要再知道 比如說畫眉毛啊什麼的 有什麼想要再知道的內容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來拍給你們看 然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頻道 訂閱頻道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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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